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在上一集我们看到在2012年10月13日 联申法王卢盛宴 在加拿大多伦多静印雷藏寺 主持开光大典 和主坛普巴金刚大凡会 现在我们先来看当天的扶正仪式 现在问女人 很简单在戒坛之前 不能讲假的 你们是不是互相的爱对方 这个逝日非常的勉强 你们有什么苦衷尽量讲 重问一遍 你们是不是互相的爱对方 是 既然讲事在戒坛之前 绝无虚言 这句话是从心理想 火中讲 这个就是扶正 那么佛陀呢 他们坐在上面 都可以观察得到 你们的内心 你们讲事的时候啊 他们就放光 我希望加持你们 好了 今天不跟你们讲笑话 算是同情你们 因为以前我主持分离 都要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 那你们听了以后 就是要 反省反省 那个 夫妻在一起 其实不容易 因为人在 人跟人在一起 本身也不容易 夫妻在一起 更不容易 而且要长久的在一起 非常的不容易 你们要学习忍辱 忍辱 忍辱就是说 要彼此互相的 忍耐对方的一些缺点 这样才能够长久 以前有一对夫妇啊 这个 两个都不能忍 吵起来的时候 非常的凶 两个都非常的凶 很凶猛 有一天啊 这个 丈夫跟 太太又吵架 两个人吵得很厉害 那以后呢 再过 从那一次以后 太太从来就不讲话 先生再怎么吵 太太通通不讲 先生就问太太 为什么你现在不讲话了呢 以前我每一次吵 你都跟我吵 现在为什么都不吵 而且都默默的 这样子 很沉默的 低着头 马上去做家事 先生就问太太 你说是不是归于生活中 学习忍辱了 学那个忍辱了 太太就笑一笑 我这几次都不跟你吵 我就去刷马桶 哦 原来你是真的在修忍辱 太太就讲 不过我是拿你的牙刷去刷马桶 夫妻的忍辱 就是佛陀本身的忍辱 也就是佛弟子的忍辱 只有忍辱 这个家庭才是圆满的 今天就以这句话 祝福你们 南无本事 释迦莫尼波 加持尽水 这是在多伦多 静印雷藏寺 连身法王卢盛宴 为新人扶赠 这一次普巴金刚大法会 吸引了世界各地前来的弟子 超过了三千人 尤其是因为连身法王 要传授普巴金刚 并逼大法 大家都非常希望 能够得到普巴金刚的 传法灌顶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次 连身法王卢盛宴 传授普巴金刚大法的 传法开示 仍然敬传承主持 了名和尚 杀家正空上心 十六世大宝法王 静印雷藏寺正空上心 让我们再看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我记得有一次 那是一个晚上 那么有这个联雄上师啊 跟几位上师 跟联雄上师的这个师母 还有联汉上师 联妃上师 几个人在吃饭 那时候啊 他们因为是移民到这个 Dorundo 卡纳达 Dorundo来 那我一直在想说 卡纳达的Dorundo 没有一个雷藏室 几乎整个加拿大 很多的Vic City 都有雷藏室 只有Dorundo没有 那Dorundo是加拿大第一大城市 怎么会可以没有雷藏室呢 那么那时候啊 大家就推挤 连雄上师 出来主持这个 静印雷藏室的这个建设 那时候我一听到 哦 是连花张雄上师啊 那我那时候我就想到 只要他出来 绝对没有问题 我说放心好了 他一定会做得很好 他不必用公开募款 只是私底下的欠几位君主 跟功德主出来就够了 我那时候讲连雄上师 很有办法的 而且他自己本身啊 他曾经做过这个建筑的工程 懂得怎么样子做 所以他亲身亲自去做 如果像这样子的Tempo 那个两年之内 就把它落成盖丸 这个是没有的事 这里面啊 除了连雄上师的 亲自督导监工 跟自己做工以外 还有很多的同门 都一起帮忙 香港的同门 这地方的同门 各地的同门 这些义工 一起帮忙 把这个雷藏寺 这样子建立起来 这每一尊的佛像 上面的每一尊佛陀 它是两顿重 两顿重的铜 每一尊都是铜铸造的 可以放千年万年 它也不会变化 不是玻璃纤维哦 全部是铜铸造的 而且用贴金 外面都是贴金 里面全部都是铜铸造的 各一尊的形象 各不同 通通都不一样 而且非常的威严 非常的有法力 很有power 就像连雄上师一样 他一下子两年之内吹一口气 他就露成 那个时候啊 我是在那个西亚特 雷曼市 那里的那个餐厅 我们一起吃饭 吃完饭 我一听说是林雄 做这个 心中的千万块 这个祭石啊 全部通通都松掉 心马上放出光明 那时候才给一个市民 叫做静印雷仗士 印就是一盖就成啊 一盖就成啊 静印啊 各位观众 台湾雷藏寺 祝您蛇年行大运 大年初一 由连身法王卢盛宴 主持弥勒菩萨护魔大法会 大年初三 主持洪财神护魔大法会 一连串的法喜 一连串的加持 蛇年鸿运的开始 请您千万不能错过 欢迎您参加大年初一 和大年初三的护魔大法会 台湾雷藏寺 祝您万事吉祥 一切顺利 各位观众 想要最经济实惠地阅读到 卢盛宴文集吗 请您把握今天哦 国际书展最后一天 卢盛宴文集 感谢您的护持 详情请点 049-2312-992 不一样的风水地理 不一样的气韵加持 台湾雷藏寺 欢迎您新年安太岁 和点最盛光明灯 不论您是什么生肖 祈求十二年平安吉祥 欢迎登记报名 台湾雷藏寺安太岁 点最盛光明灯 详情请点 049-2312-992 这个情况是这样子 我也很坦白讲 因为我不想隐瞒 也不想讲假话 我就是讲真话 比今年还差个十分 各位观众 为求蛇年经济 连身法王将特别传授 勾才天女不共大法 2月23日 新春祈福大法会 台湾雷藏寺 陈志邀请您 一起来勾才 详情请点 049-2312-992 那时候才给一个市民 叫做静印雷藏寺 印就是一盖就成 一盖就成 静印 果然不互所望 现在啊 全加拿大跟美国 应该算是比较大的 算是最大的雷藏寺 就是静印雷藏寺 他没有公开募款 这一点很了不起 没有公开募款 从来就没有公开募款 也不跟你讲说什么样子 差不多建好的时候 才告诉我们 说差不多了 可以来开关了 可以来办法会了 那么可以来说法了 哇 这个时候啊 这个身心大震了 这个一进来 哇 哇 哇 我的天啊 金光闪闪啊 而且连望一看啊 就是哦 雄壮威武 这个才叫做英雄本身 说做就做 做了就成 没有第二句话 从来他没有喊过说 啊 我缺少钱啊 也没有讲过说 我缺少人啊 也没有讲过 我遇到什么困难啊 从来不讲 一气哈成 哇 一口气承担下来 一口气就把它建好 两年之内 在每家地区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知道吧 这个到City4去申请啊 怎么样子 来来回回 要三十几个单位 听他讲 有三十几个单位 都有贵人相助 佛菩萨将助 才能够有今天的成就 所以师母讲说 林雄上师了不起 我闭着眼睛张开眼 他就盖成 其实他在梦中 做了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困扰 很多的阻碍 很多的障碍 他一一去克服 今天早上 这个云化为一只白兔 再来又一只雷龙 龙啊 龙的形状 龙的嘴巴里面 吐出大日太阳 太阳的周围 又还了两千的彩虹光 来的时候啊 看见了 来的时候马上看见 这一种光明普照的现象 这一座寺的成立啊 这个天显异象 象征着这一座寺 将来是千秋万事 香火不断 在这一座寺里面 修行的人 将来会成为 很多的圣贤 也感谢 这个香港很多的弟子 王思杰 林思杰 他们这些人的帮忙 赚心思杰 还有这个整个 有一位师姐 他整个这个地板 所有的地板 地上的地板 全部他一个人站住的 外厂跟那个围栏 全部食材都是他的 全部 很多的外面的墙 里里外外的墙壁 地板 所有的食材 全部他一个人供养 先祝福他们 这人联雄上师 另外很多的义工 很多的功德主 很多的金主 他们福分延长 寿命延长 智慧延长 所有的福德 全部延长 也祝福他们 修行有大成就 那么我们今天 简单的介绍这个 吉利吉拉雅 这个吉利吉拉雅 它的中文就叫做 普巴金刚 在藏文叫做 多戒凶 他的身子是黑蓝色 具有三个头 有三个头 像你看这个金刚绝 金刚绝 都有三个头 各头 各头各有三个眼睛 这个右头是白色 代表文猪施力 也就是大威德金刚 为诸佛金刚 为诸佛神的代表 普巴金刚 在这里 这一尊 他一共有六倍 四个脚 两个翅膀 为金刚 杀斗之愤怒像 叫做 甘马 哈古拉 这个 走头 红色 代表 阿弥陀佛 就是 马头 明王 为诸佛语的代表 中间的头 是蓝色 代表 大四字 菩萨 也就是 金刚 所 菩萨 金刚 所 明王 为诸佛译的代表 也就是有 身口译 身口译 佛 密教里面 常常讲 身口译 他有三个身 代表 大威德金刚 马头明王 金刚手 这三个愤怒针 普巴金刚 为 普贤王 如来 事业的发现 为一切 诸佛菩萨 试验 化现 的 总集 什么叫做 总集呢 我们晓得 佛教里面 有三个 大菩萨 一位 他就是 文诸实力菩萨 我们称它为最有智慧的菩萨 一个是观世音菩萨 最慈悲的菩萨 一个就是金刚手菩萨 最有法力的菩萨 这三个 这三个菩萨结合起来啊 就变成 普巴金刚 就变化成为 普巴金刚 因为 马头明王是代表 观世音菩萨 就是 马头观音 那么 大威德金刚啊 它就代表 文诸实力菩萨 另外呢 就是 金刚手菩萨 金刚手菩萨 它是代表着 大四字菩萨 大四字菩萨 就是法力的 主要是法力 代表佛的大力 这一种发现 这个有威力的 普巴金刚 是来调伏 扰乱三界 众生魔王的 令他 降伏他 可以令三界的众生 得以得到安乐 原来本尊的 普巴金刚啊 它本身来讲起来 它是这个 史陀林的 以前的大力贵王 因为他脑海 众生 很严重 所以呢 这个 金刚手菩萨 入 降伏了 普巴金刚 入他的身 变化成为 普巴金刚 就是吉利吉拉雅 本身就是普巴金刚 首先是吉利吉拉雅 然后连华僧大士 密教的祖师 连华僧大士 也曾经降伏 吉利吉拉雅 所以呢 连华僧大士 也变化了普巴金刚 如果连华僧变化的普巴金刚 就叫一个名字叫做 古路吉利吉拉雅 古路吉利吉拉雅 就是连华僧变化的普巴金刚 我们这样子讲比较清楚 那么史陀林 就是 坟场之主 在印度的史陀林 就叫做乱战刚 他本身原来是史陀林 里面的鬼王 掌握所有的史陀林的权利 他们的意义呢 就是金刚诀 他本身就是一个金刚诀 他的本质跟金刚杀斗 金刚守菩萨 通通没有分别的 是一切诸佛菩萨 事业总集的本尊 同时他能够超越了一切障碍 破除一切的执着 能遮止一切的鬼神 非人 魔杖 恶咒 即以消除众生 说事的业障 他的咒语就是 大家记住这个咒语 这一尊啊 大家修行 很容易相应 密教的Yoga 意思就是讲说 相应 你跟这一尊相应了 你就等同这一尊 那么你的法力就无穷 你也能够替众生帮忙 降服所有的恶咒 降服所有的恶人 降服所有的恶事业 你能够成就缓之 你成就的光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